你们眼前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一个硕大的身影 球星的身躯悬浮在空中 微头部间躯起正前方中央的是一只巨大的毒眼 下面有一张长满刺刀般厉齿的血盆大口 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球体上蜿蜒曲折的十条眼梗 每一条末端都有只小眼睛 每只眼睛都死定着你 随着小眼中射出一道道魔法射线 你的战士队友被魅惑成为了敌人 你的游荡着同伴划为了一尊石像 而你在剧院的直视之下 感觉魔法的力量似乎离你而去 连一个最简单的魔法飞弹也无法释放 恐惧压倒了你们 逃跑是唯一的念头 眼魔 一个在某种程度上 比龙更能代表龙的地下城游戏的怪物 在诸多奇幻怪物中 于近代原创的怪物并不多 眼魔应该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眼魔的外观是如此的独特 让所有见过的人都难以忘怀 加上知名的招牌绝技眼球射线 使它们成为了邪恶的经典代名词 从最早的灰鹰战役设定的封面 到五版的怪物手册射面上 从博德之门到无冬之夜 我们总能见到眼魔的身影 这一次我来为大家介绍眼魔的生态 性格和最招牌的能力 眼球射线 眼魔最早诞生于外层界 它们的祖先是一个有能力 媲美神的原初存在 它没有名字 其后代也不认为有必要为它起一个名字 大祖母是它对外的唯一称呼 但这并非有确凿证据证明它是雌性 而是因为整个眼魔种族的血脉 都毫无疑问源自它的子孙后代 眼魔一族以及其五花八门的变种 在诸位面的知名计划是极其成功的 从灰阴到飞轮都能见到眼魔的身影 眼魔的身体上从外表看上去是十分简单的 由一个直径八英尺左右的简单球体组成 但要找到体型更小或者更大的个体 也不是一件难事 眼魔天真的悬浮能力能略微减轻它们的体重 但是它们的躯体依旧结实紧凑 眼魔的外壳像钢铁一样坚硬 除了眼瞼和咽喉以外 很少有能够弯曲的地方 颜色和质地在不同的个体上会有很大的差别 有的呈光滑称亮的灰褐色 有的颜色鲜亮 还有的看上去像是覆盖了一层凹凸不平 有金属色泽的硬质鳞片 每只眼魔都相信自己是大祖母 所有后遗中形象最完美的一个 其他外形相依的同类 都是假帽伪类的第一级防制品 眼魔除了眼睛以外的感知器官 很大程度上都并不如人类敏锐 它们的触觉器官已经退化到几乎废弃的程度了 眼魔主要靠舌头来感受物体 却很少用舌头来变位 因为眼魔的味觉也退化到几乎没有了 所以舌头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触觉器官 当然 让眼魔的非视觉器官摔摔到这种地步 主要还是视觉器官过于发达的缘故 关于眼魔的繁殖 3.5版本的异怪之书和5版的瓦罗的陈珠手册中的描述 天差地别 瓦罗的陈珠指南中说眼魔的繁殖和生理行为毫无关系 完全是一件精神领域的事情 而异怪之书却描写了眼魔生理上的生殖过程 并且趁这个过程看来会让人恨不得把自己的眼睛挖掉 我看了一下文字描述确实有些重口 有些刻意追求烈奇风的感觉 所以我在这里还是为大家介绍瓦罗的陈珠指南中的记载 那么如何通过纯粹的精神领域来繁衍下一代呢 眼魔具有一种被称为噩梦成真的神奇力量 在眼魔做梦的时候 一股神秘的魔法力量会让他周围的环境随着他的梦境变化 使眼魔梦境中的场景变为现实 在一些情况下 当一只眼魔梦见另一只眼魔时 其梦境将现实扭曲 并塑造一个现实的存在 然后演变出另一个真实的眼魔 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复制 新的眼魔的形态会由做梦的那只眼魔的梦境决定 比如一只眼魔经历了与吸血鬼的遭遇 或者在战斗中受到严重的伤害后 他就会做关于血的噩梦 此时呢 慈闻眼魔就诞生了 一种对鲜血有极度渴望的眼魔变种 在一个眼魔中毒 或者染病 或者发烧时的梦境中 会诞生出凝视者眼魔 凝视者的眼魔 观察力和身形都被弱化了 甚至智商和性格都与普通的眼魔十分不同 凝视者眼魔会渴望跟随掌握魔法力量的人 所以会成为一些法式的魔宠 眼魔梦境成真的力量 有时还会作用于自己 很多日渐年高的眼魔 会越来越担心自身寿终一刻的到来 这只怕死的眼魔的梦境 向某个奇怪的角度发展后 他将想象出某种自己死后依然继续生活的样子 而当这只眼魔梦醒时 就会转变为一只网眼暴君 转变后的眼魔将以一只不死生物的形式继续存在 尽管其怕死的想法依旧不见任何缓解 眼魔通过做梦成真的方式繁衍后代 拥有如此可怕的能力 为何眼魔的数量依旧不多呢 主要是因为眼魔大多是极度的自恋狂 认为自己才是大祖母最完美的造物 眼魔严感的形状或者复制细小的差异 都足够让另一只眼魔认为对方是有缺陷的个体 且必须被消灭 当一只独立的眼魔梦到另一只眼魔 并将其尸体化后 其本性是他们相见的一刻开始互相残杀 除非两者的外形有几分相似 两个眼魔在第一时间没能看出对方与自己的不同 会认为对方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同样完美 两者可以和谐共处一段时间 但随着时间过去 他们还是会发现他们之间细小的不同 然后反目为仇厮杀在一起 这也是在游戏过程中 遇到眼魔大多是独居的原因 由于眼魔的自恋 导致他们还有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 他们觉得其他生物都在嫉妒他 或者企图抢走他的宝藏 两件表面上毫无关联的事件 在其他生物看来可能只是偶然 而眼魔则会从中编排出一组 或真或假的关系脉络 并且以此想象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眼魔通过思考所有这些 不管如何荒谬的可能性 可以歪歪出一个针对自己的阴谋 然后依此推断出自身应该采取的措施 并且复制行动 有时就算没有任何异常发生 眼魔也会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操纵他的思想 让他感到安全 放松警惕 隔壁的灵犀怪抓了一群新奴隶 一定是想用来进攻自己的洞穴 楼上的卓尔又在搞献祭 一定是准备派杀手过来 眼魔把他的高智力完全用在这些事情之上 一个计划之上还有计划 一个算计之中还有算计 而所有的计划和算计 都可能只是为了一个荒诞的可能性准备的 眼魔日常除了寻找奴隶 策划各种计划以外 一个重要的爱好就是吃 但是由于眼魔味觉极度退化 他们评价的食物主要依靠口感和看 眼魔非常注重食物的形状跟颜色 因为他们极度发达的视觉和极度退化的味觉 一种食物好看和好吃 基本是属于一个意思 但是对于冒险者而言 眼魔的那些计划并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还是眼魔本身 十个小眼睛中能射出十种不同的魔法射线 主眼还能生成锥形的反魔法立场 眼魔使用的魔法和我们传统概念有很大的不同 传统法术就算是龙来使用 也要念出咒语 当然法术末发是另当别论 而眼魔什么都不需要 他们从目光中释放出魔法 这个意思有点类似于美杜莎 但是眼魔不仅能把人变成石像 还有多种选择 强壮的战士 用魅惑射线把它挪为挤用 难以控制的法师和牧师 直接用解离射线化为尘埃 当然经典的石化射线肯定不能少 而且眼魔每天的射线魔法数量 是没有限制的 所以眼魔会闲到用解离术射线来搞雕刻 眼魔主眼的反魔法立场也是件利器 尽管眼魔不能在其主眼的反魔法立场范围内 对目标使用射线 但还是会对敌方的施法者产生毁灭性的打击 何况眼魔可以通过简单的闭上主眼来关闭反魔法场 幸好的是 五版在战斗中 眼魔使用的眼魔射线是完全随机的 具体用什么射线是由头晒决定的 并且对于目标只能同时发射三根射线 三版的眼魔对正上方的敌人可是可以进行十根射线骑射的 正是由于眼魔主眼的反魔法的关系 眼魔或许是最擅长对抗同类的 由于双方很容易就能把对方覆盖在自己的反魔法场当中 所以眼球射线在对战中几乎没有作用 战斗是野蛮起无情的 一般会是齿牙相向血肉横飞的丝肉战 使用射线对标的场景是基本见不到 那么为什么眼魔能用眼睛无穷无尽的释放射线魔法呢 这是源自眼魔独特的视神经 就像人类视神经可以把光线传送到大脑 以获取视觉那样 眼魔的视神经可以把魔力转化并传送到大脑中 眼魔可以通过战斗中观察魔法效果 注视魔像或施法者之类的魔法生物 凝望远古遗迹或者魔法物品 甚至是直接阅读学习魔法书籍等方式来吸取魔力 他们甚至能通过注视自己的眼球来吸取魔力 将能量循环再用 想出这么个理由真是难为一怪之处的作者了 眼魔尽管是邪恶的生物 但是它神经质的个性和酷酷的能力 赢得了很多玩家的喜爱 所以在眼魔的诸多变种中 官方也设计了一种友好的眼魔 监察者眼魔 相信玩过博德之门的玩家对它是再熟悉不过了 而且早年大概十年前 国内主要的博德之门资料站 就叫监察者眼魔的箱子 现在还不知道在不在了 可见玩家们对它的喜爱 监察者眼魔是一种用仪式从意味面 三本描述是机械进钟表天堂的本地土著 召唤而来的小型眼魔 一个被召唤的监察者眼魔 会守护其召唤者所指定的位置和宝藏101年 它会阻止召唤者以外的任何生物 进入该位置或者接近宝藏 除非召唤者另有指示 监察者眼魔绝不会背弃自己的职责 如果那东西在年限到了之前被偷或者被摧毁 监察者眼魔才会离开 如果它还活着的话 监察者眼魔会依照召唤条例站岗 但是它会和经过的人公开谈论它的职责和它的召唤者 就像博德之门里的那只监察者眼魔 就吐槽召唤它的黑暗精灵法师 但是监察者眼魔多年独具的寂寞 会让它养成很多怪癖 例如它可能会有一个只存在于想象中 而根本不存在的敌人 这个虽然说是眼魔通病 但是监察者眼魔可能已经到了幻视幻听的程度了 或者用第三人称来看待自己 或者说学它的召唤者说话 由于长期找不到另一个智慧生物说话 其化疗程度可能超过黄同龙 但是只要你不要妨碍它完成使命 监察者眼魔就依旧还是个友好的生物 除了监察者眼魔外 还有各种有趣的眼魔变种 喜欢齐作技的四岛之眼 控制欲极强的潮母之眼 有机会我会为大家一一介绍的 眼魔因为其版权怪物的身份 已经是龙女几下城类游戏中 一道独特而靓丽的风景线了 提到龙 玩家可能会想起很多我喜欢作品 而提到眼魔 玩家想起的肯定就是D&D了 WTC当年给魔法门发过版权 其实也有可能想起魔法门的 这也是在微视之的电视广告里 眼魔是唯一出现的和游戏有关的东西 因为这个眼魔的模型 本身就象征着龙女几下城 以及年少时和小伙伴们一起跑团的回忆 这当然是对于老美来说 不管怎么样 如同这个广告最后说的那样 让我们一起制一些骰子 无论是在电脑上还是在桌面上 交一些朋友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对视频里提到的灵犀怪 黄统龙有兴趣的 可以看我空间里的简介视频 想要入门跑团TRPG的朋友 也可以看我空间里的快速入门视频 关于做人文卡的 谢谢观看